试管婴儿的过程呢 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夫妻双方 要做忧生忧郁的检查 就是孕前检查 第二个呢就是医生去定方案 我们会定什么样的一个促排的方案 第三部分呢就是女方进行一个促排卵的治疗 第四呢就是在卵成熟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做取卵 在B超引导下去取卵 第五个部分呢就是取卵以后呢 就在体外进行胚胎的这个培养 那么第六部分就是在胚胎 长到第三天或者第五天的时候 我们进行一个胚胎的移植 那么第七部分呢就是 对于多余的胚胎怎么办 我们会把它冷冻起来 那么最后一部分呢就是 进行黄体的支持 黄体支持呢一般会用真剂 口服或阴道用药 来维持黄体的功能 那么支持黄体以后呢 全部感谢你 支持黄体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